這張圖裡面 他就是開始有做彼此的一些質疑 那包括有這個什麼 農民說跟水林花生 水林花生的農民說 要說抱歉 這個是說法 他說水林農會拒收 蘇智芬委員跟農委會主委 正在討論另外的管道 要來收購 希望農民可以放心 一定會收購 那另外還有人講說 11月20號 協調各鄉鎮的農會 要同意由農委會出資 協助政府來收購 但是農委會不同意的辦理 就是說好像有些農民 到了不同的農會去 可是他們收購的狀況是不一樣 有的是收 有的不收 農委會其實有解釋說 是好像有一些聯絡上的狀況 所以他們現在決定 合作社來幫忙 可是這個感覺就是 包括你一開始沒有掌握到 訊息裡面對雲林花生 這些農民的影響 慢慢拍了之後 等到已經崩跌了 跌得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才開始趕快去收購 收購之後你的配套措施 又沒有做好 人家當場跟你反映問題 你又說不要在大家面前 講出問題來 很奇怪 你到底是去溝通 還是說不行 這些事情你都不可以當面 跟他們講這件事情 現在大家就很好奇 很多人就說 乾脆把土豆拿到 這兩個片子的服務處 看他們收不收 也就是民進黨立委要參選的人 但是他們有特別解釋說 其實是可以到合作市去 合作社他們會收購 針對這個話題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 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張家駿 委員妳好 哈囉 耀州妳好 委員 這發生的事情 我們連續講了三天 大家都很好奇 尤其是在昨天的時候 包括農委會的主委 還有蘇智芬 他們公跟農民要做溝通 可是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讓他覺得好像是要溝 但沒有通 就是沒有辦法讓他們反映意見 這些農會的總幹事 在現場跟他講說 農會如果收購之後 我們也沒辦法倉儲 也沒有辦法做加工 我們沒有辦法來做 這個後續的處理 配套措施根本沒有做好 可人家覺得農委會的這個措施 感覺是非常草率 沒有想到這樣反映的過程當中 居然這個農委會主委說 你不行 你不要當大家面前講這個 你不想幫就算了 會覺得有點詫異 主委居然是這樣的一個處理 基本上要就必須要講 農委會主委從頭到尾都是選舉語言 選舉作為 根本都沒有拿出專業的 這個農業政策 或者是農業的配套措施 那所有的農會都非常的希望 積極的協助這些農民 而且他們也很樂意的 來協助農委會 但是農委會並沒有告訴他們說 這個運輸費用誰要出 倉儲費用誰要出 甚至說未來的食品加工 然後未來的這個出處 要賣給誰 完全都沒有任何的配套措施 所以變成是說 農會這邊也覺得很訝異說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外行的農委會主委 只是出來講一些選舉作為選舉語言 那其實我在這裡呼籲陳吉重主委就是說 假設他真的是想要幫小英助選 請他先把農業政策顧好 不要只是出來跑選舉 然後只是出來利用人民的血汗錢 來這裡等於是政策買票 而且還甚至連政策買票的工作都做不好 那我必須要講今天 雲林縣政府跟20鄉鎮的農會 聯合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這個記者會就是說 雲林縣政府也覺得說 政府在11月12號這個花生產期當中 這個敏感時刻去絕標進口花生5235公噸 是一個造成花生價格不穩定的最大的原因 那雲林縣政府也願意對地補助 每公頃2000塊 那所有的農會也會幫忙協助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難過 就是說這麼多花生農 可以說是坐在田裡窟 然後我們這麼嚴肅的在面對 這個農業的問題 然後沈其中一味的只是在想選舉 一味的只是想要操弄選舉 甚至到現場還跟農民吵架 跟農會吵架 然後甚至恐嚇這些農民說 假設你們在亂說話 我要告你們 那這樣子的農委會主委 其實我真的覺得感到悲哀 佳俊 農委會特別回應 他說現在大家針對說所謂的 好像有些農會不收的狀況 農委會有一個最新的回應 農業 農糧署他們說 目前已經確定有第四間的農會 會來收購花生 而且有自己營銷的管道來做銷售 然後營銷的費用 他們也會自行處理 那其餘的農會 他也會協助農民來登記 之後農糧署就會去媒合 有實際經驗 而且可以收購的團體跟單位 那實際的這個作業流程 目前都還在確認當中 那之後才會發有最新的訊息 跟大家來說明 這個過程當中我覺得 給人感覺就是說 他對這個價格的狀況 也沒有掌握得很好 好像有點慢拍 等到他下去宣布的時候 這配套也沒做好 配套宣布了之後 又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當地的農民好像都覺得說 收購的話 你應該是建立找出通路 找到好的買主 你也沒有把這一塊解決 那這現在才最後 沒關係 他現在已經告訴大家了 他要去媒合 為什麼這些他沒有辦法一次把它做好 基本上我覺得 農委會第一時間在這個 要下來說要收購花生 其實他只是覺得說 我覺得他並沒有去體會到農民的痛苦 他並沒有去 因為他第一時間 其實他還在報章雜誌上寫說 產地價格穩定 然後請大家不要胡思亂想 這個都是造謠 一直到我在很多農民的手上拿到這個 他的那個單子就是說 其實他們真的只有賣三十幾塊 他才願意站出來說 那他要收購 其實我覺得他從頭到尾 都是政治思考 都是選舉思考 他根本沒有想說 到底要怎麼解決農民的問題 那所以這一點是他沒有配套措施 就是完全沒有準備的最主要的主因 那所以農委會到目前為止 已經過了幾天了 他只是喊出口號說 他要收購花生四十塊 到目前為止 到後續的 未來要怎麼處理這些花生 要賣給誰 要怎麼加工 完全都沒有就是配套措施 甚至有很多農民告訴我說 難道他們買一買 是要拿去倒掉嗎 他們買一買是要拿去丟掉嗎 這些農民其實都非常難過 那其實要之後我跟你講 農委會的問題 絕對不會只是花生 高麗菜 蒜頭也都會是大問題 尤其現在地方 這個高麗菜的價格 也是很不穩定 那我聽說農委會 為了擔心說 高麗菜價格不穩定 會影響到選舉 偷偷的付錢請合作設在根除 那這一點呢 我覺得農委會主委 也必須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家綺 昨天農委會 還有包括蘇智芬 南下開記者會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有當地的民眾 跟他們反映說 這個農委會實在是做不好 好像只會拚選舉 只會拚輔選 所以在過程中 就有人恰罵說要陳吉仲下台 但沒有想到 陳吉仲態度也滿強硬的 還有包括蘇智芬 也滿兇的 他的分貝比當地民眾還兇 蘇智芬甚至指控說 這一些有意見的人 其實好像是敵對陣營派來的 你怎麼看他的說法 基本上我覺得身為一個最高民意代表 講出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非常的難過 我覺得立法委員的職責是什麼 就是要監督政府 要監督農委會 而且要站在農民的立場 為農民發聲 那這些農民這麼的辛苦 然後這麼的擔心 他們晚上都睡不著 然後白天真的是看著他們 曬曬乾的花生在那裡掉眼淚 所以蘇智芬委員講出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他完全沒有體恤農民 他一心只有想著鬥爭 一心只有想著選舉 那這樣子的心真的是其心可意 讓我感覺非常難過 那我也覺得說農委會主委 他其實在現場跟農民吵架 然後就是提出說要告農民這件事情 甚至跟農會吵架這件事情 我也非常的不解 因為農委會他是主管機關 他本身負的責任就是要解決問題 那既然有問題他就好好的解決 為什麼要在那裡爭辯 這個我都覺得是非常奇怪 那我覺得他們不要多做聯想 其實嘉峻甚至雲林縣政府的立場 都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是希望趕快協助農民 把這個問題解決 讓農民真的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不要再擔憂花生的問題 然後可以趕快進入 下一季的這個種植 那花生的價格受到影響 主要是WTOA他進口的這個總量 還有包括大家推估了 每公斤大概多少錢 那這個事情其實是客觀的事實 可是現在農委會他們把它解讀說 是有人故意散播的這些謠言 所以換句話有說 他們可能會進行調查 甚至說不排除有可能要提告 這會不會讓有些人覺得會有所謂的寒蟬效應 其實我覺得搞不好這個反而會激怒農民 因為所有農民都知道這個事實 那怎麼會在這個時候才祭出說要告要調查 那我覺得盡量告盡量調查 因為事實就擺在眼前 那他們一再的強調包括說民進黨的候選人 舒志芬今天也在他的臉書說 絕對沒有進口花生 可是是沒錯今年是沒有進口 但一月就要進口了 其實就是只差了四十幾天 那所以這樣子不是在玩文字遊戲 在欺騙農民嗎 有必要這樣子嗎 我們應該要面對實際的問題 然後共同來解決 而不是農委會是最高主管機關 他不負責任 然後把責任推給別人說要調查別人 都是別人的錯 你覺得這樣合理嗎 好 謝謝佳俊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佳俊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佳俊妳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不管從主管或是客觀來講 農委會就兩個字 欠罵 為什麼我說客觀也是欠罵 因為你仔細看 他每一個動作都是罵了之後 他就有動作了 一開始這個耀俊剛剛也講了 這是因為WTO收購了之後 總量 造成總量增加 所以對這個盤價會有影響 那這不是以預期中的事情嗎 所以他不是應該要超前部署 包括應該要怎麼樣 來協調盤商的價格 或是應該要做出收購的計畫 這應該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可是不是 他是一直攪賴說 今年沒有要進口 佳俊剛剛也說了 今年只剩下40幾天就要結束了 你1月進口還不是就是要進口 有差這40幾天 所以罵了之後 他就趕快跑到現場去說 來...我們要收購 可是收購之後剛剛講了 收購沒有地方放 又要被罵 罵完之後才說 我們現在協調公所了 可以放在公所裡面 是不是一路以來就是欠罵 罵完之後才會去做事 現在這個 我是不太曉得 農委會的立場是什麼 應該是要替人民服務的 可是到第一線去 居然跟農民吵了起來 剛剛這個農友講的一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耀州剛剛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他說他今年70歲 可是是最年輕的花生農 前一陣子也有農民 提到這件事情 在陳情的時候 跟韓市長講了 說以前是三個農夫 加起來200歲 現在是多少 三個農夫 四個農夫加起來300歲 300歲 對 就是不斷的高齡化 大概70幾歲 還有包括他去跟茶農 他說什麼 他們茶農裡面 平均年齡是72 對 三個200 現在四個300 平均年齡72 是說還有人比72更老 更老的 所以大家就說地方裡面 包括我們剛剛連線的大哥 看起來年紀也不小 搞不好他是他們 農夫隊裡面最年輕的 所以包括我們的 這個人力不足 這些問題其實農委會 應該要好好的想辦法 去把它解決 價格的問題 這個一整個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農委會 真的會讓人家質疑是慢拍 一開始WTO在花生 在準備收購的過程當中裡面 他本來價格就非常敏感 就比如說外界講說 天候 颱風 這些訊息 都會影響他的價格 你既然知道WTO 在11月的時候 就會公布他的價格 包括他的總量 你應該要及早做準備 避免說影響到 他實際的價格 已經跌了一個禮拜 美台金跌了4塊錢 造成這麼大的影響 你才決定說 你要來幫助他們 要收購 收購的部分也讓人家覺得說 其實好像說是不是要感謝你 至少你願意收購了 農委會好像是這個態度 包括蘇智芬也是這個意思 說至少我們有關心 然後他還回過頭來說 說你在那邊講 討論WTO價格這些事情 總量這些事情的人 都是在散播謠言的 然後不排除要來追究 這事情就覺得說慢拍了 還回過頭來怪其他的人 東怪西怪人 當你決定要下去的時候 你已經決定要下去幫忙了 配套措施沒有做好 你只告訴大家 把東西載到農會 農會會跟你收購 會跟你買 可是到了農會 農會就說 我不知道我放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處理 這讓農會的人就是說 你根本就是拿我出來背書 農會總幹事要當場反應 他也不願意接受 還這樣反過來罵他 其實很多人 第一時間就有這樣建議了 既然你要收購 你與其收購 你還不如幫我們找通路 告訴我們買主在哪裡 這樣我們的願意好做生意 那我會從一開始就沒有預期的 把相關的這個事情 把它做預計 沒有準備好 整個配套也沒做好 而且他也搞錯了 人家不是要你收購 人家要你找出一個好的出入 賣出去 對 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總統蔡英文 他針對蘭嶼的核肥料儲存廠 造成了蘭嶼人的傷害 今天下午3點的時候 在台東再一次跟蘭嶼人來致見 這是聯合報最新的消息 他宣布了最新的補償要點 由中央提撥25.5億元的補償金 給蘭嶼人 而且不影響台電 每三年2.2億元的土地配套的 補償金的提撥